台北是台海對日空 一空年開始 但一般這個投票 多當 傳出民眾在那年 當中最要意的十條 劇本新聞 今年 結局有兩千兩百四十三 的民眾參與投票 三分之一是劇本 工作者 三分之一是一半 民眾 全五名裡面 和疫情過後 相關的新聞就佔三條 主辦單位是希望 透過這種的 多當 讓政府 討厭劇本工作者 跟民眾的需要 才做推動政策的參考 三 二 一 請介紹 文化部處長 李政輝公佈 是控制三年 劇本新聞當中 秀芳來關注的 就是民眾看 各種表演 總算不用再掛除了 二零零三年 SARS過去的時候 總覺得這事情 應該結束了吧 誰都沒有想過 到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會來一個COVID-19 文化部 或者是我們所有的 表演團體 如何準備好下一次 我們要怎麼應對 台北的宿泰學位 二零一零一零開始的 投票多年 每年選出十條民眾 最要义的劇本新聞 今年的全國名 剛才白頭名的 看演出不用掛除暗 第二是二零二零一年 劇本票榜 已經完成疫情進場的追蹤 第三是臺灣 前一個東北局長 客用 第四又是疫情相關的 文化部政策 的擴大十四 第五是臺灣 調去跟 黃土主義的作品 甘露主義 讓文化部 指定做國部 北極臺公 透過投票希望可以影響 中央的文化政策 我們的社會一直不斷在呼籲 某些議題的時候 的確他會形成一種力量 這個力量呢 在適當的時機點上 就會成為政府政策的一環 我自己還蠻深刻的是 選戰打到現在為止 似乎我們還看不到 這三組主要的候選人 到底提了些什麼 要重要的文化政策 老衛林基勒 過去局團 參考大會 也拍到十大 劇本新聞裡面 第四中央開始 這就是劇本團隊 參考安全的問題 也有劇本幹作者 過路的新聞上方 老衛中央的文化 基本法 都有保障劇本幹作者的基本管理 出版人為替 透過這次的拜明公佈 讓有三個總統候選人 提出相關的劇本政策 記者觀念有開 台北報導